1924年3月8号 1924年 三八妇女节 何向宁提出废除一夫一妻制 结束了一个腐朽的 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权 使得每一个男性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 就是你的基因 比如说基因特别好 假如说还在民国 你可以娶二十个三十个老婆 其实你是用钱去买断了 这些女性的机会成本 为你生孩子 那就意味着多了二十三十个光棍 所以一夫一妻制 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是让基因尽可能保持着它的多样性 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有机会转低 所以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简单的用 我以为是保障 有钱的男的不能多娶老婆 也是对的 香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 废除的很晚 澳门你看 我的学生当中有很多 讲自己的家里 就是一个爸三个妈 二个妈 都有 在一起生活的 就这样 我以为这个是 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 照理说就是保障 整个性别斗争当中的弱势者 应该这么理解 这是对的 分配嘛 但从这个哈马拉贝法典开始 就提倡一夫一妻制 但是到了 因为中国实在是把农购文化用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是存到的最晚最晚 我们理论上也叫一夫一妻制 然后是一夫一妻多妾 是用这么一个角度 因为理论上一直是 你太太只有一个的 就是妻子什么皇后啊什么 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 其他的就是 就是 只是男女不平等 女的没办法这样 除了武则天 所以你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在动物界 那是天地不人的 对吧 他比如一个星星或者什么的 他有条件的 他就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 对 从而这个基因的传递的效率就大 直接体现了 但是所以我就说 这个人类是很不平的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他最后 他产生了要公平 但是 这个公平和 你讲 没有没有 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 这种这个分配制度 产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情感基因 还是叫什么 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比如说他们说 嫉妒的产生 就是为什么男的会嫉妒 女的会嫉妒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男的会嫉妒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那个 就是那个后代会不会是他的 所以男的更在意 女的有没有跟别的男的 发生实质的关系 而女的嫉妒呢 是嫉妒情感的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男的 他跟人家情感出轨 比身体出轨更重要 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 怎么说 财产一半就被分掉了 就是说他的 占有的这个男的的资源 这个财产就会被别人给拿走 所以尽管是这个一夫一妻制了 但实际上我们 记忆里头那种 是这种不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种记忆的基因 还在其中 就顿开感悟了 就是说动物是通过 你讲的那个环境 基因演变出来 人类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 跟文化习惯的 来做这个调整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整 多了一道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整 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是很短的 跟大部分动物比 如果按照这个动物界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我们的很多公平的这个要求 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 不公平 怎么说呢 就是人人都有传递DNA的机会 这是咱们的价值 对吧 好像表面看起来 似乎这个跟那个DNA的意志 有点不吻合 但是呢 我还看过一种理论 某些社会性的东西 有没有写在DNA里 也就是说所谓啊 你看 往往互相帮助的 这个族群 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 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这个是个确定的结论 是对的 就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 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存活概率更高 这是有证据的 你看 就是那违反了这个DNA 它自私 它要活下去 不是啊 因为有血缘关系嘛 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 就是延续我的基因嘛 你会明白 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 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 上一个公狮子的小狮子 才会使母狮子停止哺乳 重新进入受孕期 生自己的孩子 那蚂蚁呢 蚂蚁是一种 蚂蚁是科隆生质 是科隆生质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物种 因为我您刚刚说这个 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 就是大自然的片子 看动物 就是动物世界的片子 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美嘛 但是加上了很多人类的解释 对了 那是你人类的视角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我在想 它是不是像一个 就人类世界 有杀戮 有囚偶 有什么 有这个延续 你知道澳大利亚的鸟 是怎么快被弄光的吗 被猫 野猫 就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实 澳大利亚的野猫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 这些猫就会 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跑过去 消防队啊 不是 因为那些鸟就会被烤熟 我以为去救火 我说这也太厉害了 甚至很多猫 趁人之危 对 就趁鸟之危 就开始进行这种图路 真的是灭绝式的 在消灭野鸟 那只是没发展到 点火的地步 所以我们 还是不如人类 人类就会点火 对 所以我们要真以为 我们人类世界 跟动物世界一样 我们就会 就认为我们也是 一个无精天子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一些动物界 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鸟类确实有 很严格的一夫一妻的 比如鸟鹅 也会有 也像 鸟鸟 就也还有好多的物种 它有语言 你听不懂 鱼的记忆也绝不是奇妙 鱼的记忆可以很长 有些鱼会知道 谁是它是主人 还会跟你打招呼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动物的很多的理解 应该来讲 就有点像我们 对人类婴儿的理解 它早就会了 它说不出来 你就认为它不知道 就是咱们讲DNA的利益 DNA的利益 是你个人的利益 还是这个 种群的利益 比如蜜蜂 对吧 它好像感觉就是什么 只要我的DNA 能传进下去 某一个个人 对 的生死 是可以牺牲的 对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利于 它这个 种群的利益 我们不叫真利他 这就是 这个就叫利他 但这个利他基因 是基因决定的 是基因自私性决定的 你看就是这个自私 就是人人喂我 我喂人人 没办法 是动物性的 是动物性的利他 就是我为了 种群的基因而死 我们简单讲 这就是利他行为 这个利他行为 有严格的基因的 要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知道 很多的一些真菌 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 总有些真菌 可以一直往上去扑 后来发现不是 它是一个骗一个 最后最笨的那个 被骗上去了 这是基因决定的 黄继光或者这些 它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这不是基因问题 这是那一刻 真正为了 它所在的人性 这个叫真利他主义 它跟你根本 毫无血缘关系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讲 从科学层面上讲 都应该去提倡的一个东西 真利他 就是崇高吗 倒不能讲崇高吧 之所以人 之所以你自己定义成 你叫灵长 万物的灵长 凭啥呀 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爱在DNA里吗 那跟繁殖有关 这个有关 爱理论上讲呢 爱是一种非常难以去描述的 一种情感 这个爱 比如说男女之爱 子女之爱 对群体之爱 对人性 人类之爱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 至少我们今天 从激素学的证据 就是从我们的各种分泌的 对荷尔蒙的证据 和从这个脑波的证据 它都不是一种 你像有一些爱 比如说这种冲动 我相信动物也有 但有一些爱 恐怕只有人有 或者说只有人能被证实 有一些不可证 不可证 所以 这个问题呢 会到了一个 就是像 我们刚才聊到的 就您说的那个城市 到什么点上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人类意义上有了爱 这个证据 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